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是我认为最有能力 最有野心 也是最有可能清干 华盛顿沼泽的人 我支持他 我希望他这个2024的时候 可以成为共和党的代表 当我们美国的第47任总统 但是他不是个完人 他有非常多的缺点 是很多保守派不能接受的 而且跟我以前说的一样 川普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他在共和党内部的支持率 已经超过了60%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可以伤害他了 只有他可以伤害他自己 只有他可以让自己的民调 跟支持力往下掉 他比较少接受保守派的美丽的采访 却常常接受左派主流媒体的采访 还有建制派媒体的采访 这次他上了这个 美根凯莉的节目 美根凯莉之前是在Fox News的 然后后来自己出来当个自媒体 算是一个传统自由派 或者是保守派的频道吧 为了川普一个问题 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我每个支持川普的人 所有的观众都可以轻易回答的东西 就是 男人可不可以变成女人 川普却不太确定要怎么回答 这个回答太多了 这个回答太多了 这个回答不是很好 或是不够好 应该要很简单的回答就是 No 男人不可能变成女人 在那边说什么 我不太认为这样 但是我认为不行 我不知道 真糟糕 我跟Bruce Janet的关系也很好 你也知道 那个变性人 那个奥运选手 总之这是一个 令人失望的答案 其他的候选人给过很好的答案 Ron DeSantis给过很棒的答案 Vivek Ramaswamy给过很好的答案 Mike Pence给的答案 都比川普这次回答的好 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明显 这就是在川普在这些议题上 他想要一个 有一个比较官方的回答 比较安全的回答 或是他认为比较安全的回答 为什么呢 我认为因为 他认为他现在是在帮自己的普选竞选 他的目标已经不是在初选上面了 我知道其他的候选人的支持者 会认为说 林医生看到这个东西的话 就会觉得说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初选才刚开始而已 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都还没有 初选还没有投任何一票 他凭什么认为自己已经在途选了 但是川普领先了60%左右 而且在每一个初选的州 他都至少领先20% 而且里面只有10个人在里面而已 然后最有可能跟川普在初选一较高下的人 他的支持率 是比较接近Chris Christie的 跟Chris Christie差不多的 而且越来越近 最主要是过去大概15个月 几乎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很多人认为说 当这个人宣布参选的话会怎样 或是党团会议结束了之后就会怎样 辩论会结束了之后就会怎样 但是事实就是 支持川普的人并没有改变 川普的人气只有越变越高 然后其他的人的人气越变越低 所以川普也知道他自己在选普选 所以他才会认为他在这个事情上放软姿态 对他或许会有一点利处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 我们可以看看维基尼亚州的州长的选举 Glen Youngkin在变性人的议题上 他是表态非常坚定的 而且他整个选举就是在攻击这个议题 维基尼亚州原本就是一个蓝州 最多可能就是一个紫州吧 淡紫色比较偏蓝色 但是Glen Youngkin会赢就是因为他的立场非常坚定 Desentes会赢得佛州 也是因为他对于学校的教育 还有变性人这样子的议题非常坚定 他鼓舞了共和党的支持者出来投票 在这个议题上面 川普认为他不要这么坚定会比较好 我很明显是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对的事情就是对的事情 错的事情就是错的事情 在男人跟女人的差别的议题上 代表我的人一定要非常坚定才可以 然后令我们失望的不只是这个 OK 川普还被问到了关于德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在佛州立定的六州之后 禁止对他的心跳法案 然后川普说这是一个 很糟糕的一件事 Democrats don't want to see abortion in the 7th month OK I speak to a lot of Democrats They want a number There is a number And there's a number that's going to be agreed to And Republicans should go out and say the following Because I think the Republicans speak veryinarticulately about this subject I watched some of them without the exceptions, etc, etc I said Other than certain parts of the country You can't You're not going to win on this issue But you will win on this issue When you come up with the right number of weeks Because Democrats don't want to be radical on the issue Most of them, some do They don't want to be radical on the issue They don't want to kill a baby in the 7th month or the 9th month or after birth And they're allowed to do that And you can't do that If a federal ban landed on your desk If you were reelected Would you sign it at 15 weeks? Are you talking about a complete ban? A ban at 15 weeks? Well, people are starting to think of 15 weeks That seems to be a number that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right now Would you sign that? I would sit down with both sides And I'd negotiate something And we'll end up with peace in that issue For the first time in 52 years I'm not going to say I would or I wouldn't I mean, De Sanctis is willing to sign a five week and six week ban Would you support that? You think that goes too far?I think what he did is a terrible thing and a terrible mistake But we'll come up with a number But at the same time Democrats won't be able to go out in 6 months 7 months 8 months And allow an abortion 那大家都應該知道我對於墮胎的看法 6個星期之後禁止墮胎 唯一糟糕的地方就是 你還有6個星期可以殺嬰兒 糟糕的地方就是還有嬰兒在被屠殺當中 拯救嬰兒的生命沒有一點不好的 所以我不懂川普在這個地方說這個 Terrible things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川普要不斷的給左派送暖 為什麼一定要一直給De Sanctis 或者是林醫師 OK?子彈 因為很明顯他就是說了這個樣子的東西 事實就是這個回答如果是一個政治考量的話 我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很明顯他認為他在幫自己的普選鋪路 所以說他的回答不是放在初選的基礎上 而是要化解這個政治議題 因為Row V Wade從被推翻一直到現在 禁止墮胎的議題大概已經被各州放在法案上面投票 差不多七次還是八次了 在不同的州裡面 然後我們這些支持生命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去投票還是怎樣 每一次都輸了 沒有一個禁止墮胎的法案 贏得了選舉 我在這邊不是說Pro-Life支持生命是一個必輸的方向 我認為長期以來是絕對會贏的方向 但是這個大概就是我們不得不靈巧像蛇 溫馴像鴿子的時候 或許這個就是川普的競選團隊給他出來的數據 認為說他這個樣子講的不清不楚的 在普選上面會是一個好事 不管怎麼樣 他的回答是令人很失望的 我這邊也幫他找了 他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回答的理由 就跟當時Larry Elder被問到同婚的時候 一樣令人失望 如果其他的候選人出來講這些話的話 跟川普同樣的答案的話 我大概可能會直接就是 Rhyno 犀牛 但是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我們不用完全以川普的話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以川普的行為來看他說的東西 如果我們完全以Ethan的角度來看的話 以一個基督徒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川普今天的回答就是 那川普今天的回答就是 我還不如選阿肯薩斯的州長 Asa Hutchinson來當總統了 那為什麼我們不選Asa Hutchinson呢 因為川普當過總統 我們看過他當總統 他在嘴巴上說的東西 常常跟他實際做出來的東西很不一樣 他的行為跟他執政的方向 是非常支持生命的 是非常保守的 而且是非常反對變性人這個議題的 他在支持生命的議題上 他選了三個保守派的大法官 推翻了Robbie Wade 而且我認為他是非常清楚 這些大法官會怎麼投票的 然後怎麼跟Clarence Thomas合作的 川普當總統最大的攻擊就是 給了我們三個保守派的大法官 就是推翻了聯邦的墮胎的判決 很多嘴巴上的保守派的州長 總統提名了很軟弱的大法官 甚至左派跟自由派的大法官 George H.W. Bush 老布希提名了這個David Scooter 雷根總統提名了Sandra Day O'Connor 然後不管他們現在是怎麼說什麼 川普也是在支持墮胎什麼什麼什麼 川普是第一個總統 也是過去這50年來 唯一的總統在March for Life上面演講的 他的作為跟他的行動是好的 他的結出來的果子是好的 我不知道他第二任會怎麼樣 或許他可能在支持生命的議題上面 會很糟糕 但是如果我們評斷一個人 是以他的行動 他的行為來評論的話 而不是在他的政治場合上面 說出來的東西來評論的話 他在2016的時候討論這些東西 也不是很保守的 我當時甚至還不知道保守派是個什麼東西 被爆出來就是他是個大嘴巴 他口無遮攔 但是他的行為卻是非常正確的 他做的比說的好太多了 我在這邊也不是說 你應該要原諒川普說這些話 或者是他說這些話無傷大牙 因為很明顯我聽了是非常非常失望的 我只是認為做什麼還有結出來的果實 比嘴巴上說什麼重要很多 另外一個就是 他現在的支持率是60%左右的民調 在這個黨內初選裡面 所以除非有什麼其他的候選人 有什麼奇蹟的這個競選 很多人會說什麼民調都是假的 你現在在那邊相信民調OK 林醫師也說現在的民調根本不重要 最主要是普選的時候會不會贏 但是民調差20到40%OK 每一個州都這個樣子嗎 不太可能吧 總之今天這兩個評論 我就算很失望 但是這兩個評論 我認為不會對川普造成什麼太大的傷害 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我們不能依賴川普 我們不能無所謂的服從 還有就是川普是會聽民意的 他不像我們很多觀眾期待的一樣 堅持聖經的價值觀 堅持保守派的原則 川普是無謂的美國 剩下唯一敢面對聚榮的勇者 只有川普才是神的仆人 哪個哪個哪個先知說的 川普絕對不會妥協 事實就是我們不知道他會不會妥協 而且根據他字面上的說詞 他的妥協的可能性 不見得比Ron DeSantis還要低 我們要了解的就是 沒有人會來救你 那天跟林醫生的對話 我最不同意他的地方 就是他認為德桑蒂斯 是絕對會堅守真理 他認為美國還可以透過 巧妙的政治手腕來挽救 我認為的跟他不一樣 我會選川普的原因 是因為我知道 川普會大刀闊斧地 重新整理整個華盛頓的沼澤 我認為他會大幅地縮減聯邦的管理權限 我認為川普可以幫助DeSantis 在他2028上台的時候 有一個乾淨 而且可以使用政治手腕的生態環境 所以我對於川普的觀點還是沒有改變 川普還是最有能力 最有野心 而且最有可能抽乾華盛頓沼澤的候選人 我還是認為2024非他莫屬 但是我們不能靠他 我們要走出去 我們要變得剛強 我們要Homeschool我們的小孩 我們要奪回我們的教育 我們要守護我們的持槍權 我們要讀我們的聖經 我們要遵守神的律法 我們要禱告 然後保守派不要再彼此攻擊了 現在有人放話放得很早 Run DeSantis 就算2028我也不會選 Run DeSantis政治生涯會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就是 如果你這麼固執的話 川普卸任之後 四年之後卸任之後 或是川普萬一這一次 真的被選舉委員會禁止了 你就是一定不是川普 就不投的話 2024年的總統 可能還是拜登 甚至是Gavin Newsom 是Nancy Pelosi 是AOC 是Michelle Obama 隨便一個你想一想 絕對都不是我們要的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